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研究显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患者未来得到心脏疾病的风险分别是一般人的1.78倍、1.47倍及1.43倍 血管堵塞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本原因 而且随着不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改变 很多人过了30岁之后就开始出现血管堵塞的问题 从而导致冠心病、脑梗、心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人群越来越年轻化 血管堵塞越来越年轻化 六大原因是否你也在其中 一.长期高油高盐高糖饮食 重口味的食物更能刺激人的味蕾 让人胃口大开 而且习惯吃重口味的食物后 叫你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会让你觉得淡然无味 而人以食为天 是我或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 品尝美食更是每个人的爱好 随着现在一些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种类越来越多 人们品尝后只会越来越喜欢这些食物 从而导致长期的高热量摄入 不但增加肥胖的几率 而且也增加了血管堵塞的几率 也是因为这样 现在很多人过了30岁 尤其是过了35岁之后 就会出现高血压、糖药病、高血脂等多种问题 二.压力大、情绪波动大 人到了中年上有老、下有小 工作压力肯定会大 生活上总会有不顺心的时候 从而很容易导致情绪波动大 但是如果长期压力过大 情绪波动大会影响到体内激素的分泌 从而导致血管净卵 导致血压升高 从而影响到血管的弹性 增加血管堵塞的风险 三.缺少运动 血液循环变慢 人的心沉代谢变慢 就会导致血管粘附在血管壁上 从而导致血管堵塞 而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机能衰退 如果加上缺少运动 就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 从而导致血液粘稠 血管堵塞 四.长期熬夜 长期熬夜会影响到人的内分泌平衡 影响到体内激素的分泌 不但会增加糖尿病 甲抗这些内分泌性疾病的风险 而且还会刺激体内一些激素的分泌 从而导致血管收缩 血流变慢 血液粘稠 从而增加血管堵塞的风险 五.爱吸烟 长期吸烟 烟草中的有害物质 不但会导致血管的弹性变差 而且烟草中的尼古丁 还会导致体内有力的高密度脂蛋白减少 有害的低密度脂蛋白增加 从而促进动脉硬化 增加血管堵塞的几率 六.过量喝酒 虽然说一些中药泡酒 被人体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如果喝多了 再好的酒对人体都是有害的 酒精不变会损害人的肝脏 从而影响到体内脂肪的代谢 导致脂肪堵积 从而导致血管堵塞 而且酒精还会损害人的大脑神经 从而增加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血管堵塞不是一两天导致的 而且由于长期的不良习惯堵积下来所导致的 不要等到血管堵塞了再想去改变 而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注意 能养才能避免血管堵塞 通过在饮食中添加沙丁鱼可以获得的一些惊人的健康益处 沙丁鱼是Omega三脂肪酸的极好来源 对您的健康非常有益 沙丁鱼中含有大量Omega三脂肪酸 对于大脑和心脏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沙丁鱼中发现的Omega三脂肪酸 可能有助于减少体内炎症 从而有助于降低患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经常使用沙丁鱼 尤其是患有炎症或心血管问题的人 沙丁鱼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可以帮助保持良好的肌肉健康并增强免疫系统 它们还含有维生素和重要的矿物质 例如维生素D和磷 对于健康的骨骼和牙齿至关重要 此外 沙丁鱼还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含有身体组织生长和修复所需的所有必需氨基酸 还富含促进健康的营养素 沙丁鱼中的Omega三脂肪酸 有益于心脏和大脑健康 沙丁鱼中含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D、钙和磷 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健康 它们也是铁的来源 铁是血液中形成红细胞的必需矿物质 对于那些希望保持健康和平衡生活方式的人来说 它们是绝佳的饮食选择 总而言之 沙丁鱼是一种非常健康有益的食物 建议定期将其纳入您的饮食中 山榨 很多人都知道山榨可以消失 促进消化 却不知道它还是难得的护心果 祥之果 国医大师陈可济院士率领团队研究了它22年 得出了大量的数据证实 它确实有祥之、护心的作用 山榨酸有祥血压和胆固醇的作用 促进胃肠消化的作用 先山榨中复含维生素C可以帮助我们软化血管、抗氧化、抗自由基 另外,山榨中含有一些硫化合物 它对清理血管、修复血管内壁有很大的作用 使我们的血管内壁不容易形成斑块 山榨中含还有多酸 它可以促进血管疏章 降低血凝快形成 从而起到预防心血管病的作用 可以说 一颗小小的山榨 能够解决中老年人常见的 胃部、心脏、血管、血压问题 是名副其实的中老年人掌声果 生活中可以每天都吃上两三颗山榨 又能养护血管 又能消失健胃 血管是生命的通道 规模庞杂且遍及全身各处 如生命通道发生堵塞 轻则只是减少血管中血流量 重则可完全中断 使得被堵血管处 器官缺氧缺血 细胞和组织坏死 进而引发严重的危害 甚至威胁生命 血栓堵塞在不同部位 症状也不尽相同 一般血栓堵塞范围越大 症状就越显著 各个部位堵塞后会有哪些症状 1.肺部血管堵塞 肺部血管堵塞可引起肺栓塞 其主要症状是呼吸困难 胸口疼痛和卡血 没有及早治疗 死亡率可达到三分之一以上 2.脑血管堵塞 脑血管堵塞可引起脑梗 其主要症状是 喷射样呕吐和剧烈头痛 意识不清晰或抽搐 说话不清晰 不能理解他人所说的话 另外一侧 肢体或脸部异常 如肢体无力麻木 口角歪斜 眼睛向一侧凝视 或看东西模糊 甚至失明 3.心脏血管堵塞 心脏血管堵塞可引起心梗 堵塞程度轻 可轻微影响心脏攻血能力 男性亦出现肩颈部疼痛或胸痛 女性亦出现下巴和牙齿疼痛 以及大汗淋漓 若一直放任不管 可威胁生命 4.堵塞身体其他部位 若血栓发生在眼部 可堵塞视网膜血管 引起失明 发生在肾脏 可导致肾功能损伤或肾衰竭 血栓出现在肠道 可引起肠道缺血性坏死 血栓出现在死肢 尤其是动脉严重堵塞 可使得腿脚缺血坏死 严重时需节肢 如何疏通被堵的血管 1.减少血管堵塞物 在医生指导下 何必用它听味详之药 能调理血脂 减少脂类物质 在血管壁沉积 减慢斑块生成 也能稳定斑块 避免斑块破裂 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 用抗凝或溶栓药物 来溶解血栓 选择正规医院做取栓术 也就是经皮血管腔内 介入治疗 把细小刀管沿血管 伸入堵塞部位 然后把堵塞的血栓取出 也可以在血管狭窄的部位放支架 放置能打开的球囊或支架 使得血液流通畅通 还有一种方法是 搭桥手术 在身上取出并不是很重要的血管 替代堵塞血管 重新建立新的血管通道 二 调整好饮食 少吃高蛋白质和高脂肪食物 远离油炸 腌制 煎烤和高糖食物 多吃醋粮蔬菜和水果 合理补充水分 来减少血液中脂肪含量 三 保持食度运动 平时多参加有氧运动 如打胎极拳 慢跑或快步走等 能消耗体内多余脂肪 减少质类物质沉积 加快全身血液循环 防止斑块生成 尤其是孕妇和刚刚做完手术的病人 卧床期间 经常按摩腿部和脚腕 以及膝盖等 维持血液通常 日常生活中必须戒烟戒酒 香烟中的尼古丁 可损害血管内皮 亦引起血栓和动脉周样引化 血酒可兴奋交感神经 加快心跳速度 增加心肌耗氧量 引起冠状动脉静卵 甚至诱发心梗 另外 要保持心情愉悦 避免精神过度紧张和暴躁 除此之外 要控制好血压 血脂和血糖 严格按照医生主妇规范治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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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